大家好 我是苏敏 那个逃离30年无望婚姻生活 蓄意出走的57岁自驾游阿姨 确实没想到 一个像我这样 普通平凡的家庭主妇 在晚年还能这样火一把 开着车出去兜一圈 弄了个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离家出走 大概是我这大半辈子 做得最痛快 最不被指责的一件事 我的前半生 都是在不幸福中度过 一年以前 我的生活还像脱落一样 扫马路 送报纸 围着老公孩子转 做免费的保姆 天天被挑刺 就连喝水都会被说 动作不好看 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生活一地鸡毛 我也越来越没有自信 每天都小心翼翼的 如果不是偶然在手机上 刷到一条自驾视频 我现在可能已经躺在医院里 也或者是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说起来 我得感谢那条自驾博主的视频 它让我眼前一亮 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 我也想体验一下 不被指责 不被诟病的生活 我想要自由自在的 想怎么喝水 就怎么喝水 想怎么开车 就怎么开车 把方向盘 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生活 就像在旅游 一路上有很多弯弯绕绕 但你不知道 转